9月22日晚,湾区声明月2024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澳门银河综艺馆畅响 百渝族海峡两岸继港澳地区电影人、音乐人和奥运健儿代表、携手国际知名音乐人 用光影与歌声共会粤港澳大湾区的金秋盛景 当晚,中国内地奥运健儿们来到现场,为观众带来惊喜 在与多位两岸及港澳艺人合唱大中国后 樊振东、全红禅等也一一向即将在粤港澳三地联合主办的第15届全运会送上祝福 全运会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体育盛会 这一次又是历史性的由大湾区联合主办 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关注全运会为我们每一位运动员加油 谢谢 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 每一次起跳都是自我挑战 希望我们跳水运动员能以最完美的动作 给观众带来最运动之美 全红台上不要用粤语说一点加油 好吗 你请东哥教教你 加油 此次演出的另一大亮点是邀请到了美国歌手李查德·马克思 现唱英文经典曲目《此情可待》 以及瑞典音乐人演唱00后熟悉的歌曲《大千世界》 演出期间他们接受记者采访分享对于此行的心得体会 演出在大合唱灯火里的中国中缓缓落下帷幕 据悉此次演出以龙的传人为主题展现多首粤语时代金曲 同时也有澳门本土歌手与其他地区音乐人合作演唱《时代新曲》 从快智人口的《七子之鹅》到《哈喽大湾》 所以听到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 而且今天好像来的明星阵容也蛮强大了 我非常幸运地能够观察这美丽的表演 在各种世代上的美丽的表演 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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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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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想提唱的第一点 我认为前提就是民生的商用 四届金铭片是可以发挥到作用的 在大湾区举办这个演唱会 接着主题是声明月 月亮就好像同心愿 我觉得就象征着我们粤港澳三地的居民都可以画出最大的同心愿